歡迎來到 蝦槓news 原來你醒了 好的 OK 好累喔 你在累什麼 我們最近不是都要辦專場嗎 一直狂練團 狂練團 狂練團 他要來錄這個蝦槓 你們這禮拜練幾小 直接告訴大家 我們這禮拜 應該有20個小時 但是再累也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週到底有什麼值得大家關注的事件 好啊 其實真的還好 沒有事件值得大家關注 風鳴浪靜啦 那就看一下 新歌 對本週有什麼新歌 喔唷 傷心欲絕 自肥的時間又來了 耶 沒有人發現 這首歌叫什麼 台北流浪子 我真的覺得 你知道我在辦邱澳的前幾天 那種非常的地獄 每天都很緊 我就是一直在看 那個 這部片的最後 那個女主角 轉過來的那個笑容 我只要一覺得很緊 我就看一次 那個笑容 一覺得緊就看一次 很像花痴 那女主角 尬他啊 不錯啊 他讚 讚 王愚萍小姐 對我真的覺得 讚 許真台故意就是有經過那個 經過然後看他一眼這樣 感覺只是為了做個那個 截圖 youtube呢 封面截圖 封面截圖 封面截圖我出來是許正台 樂團跟網紅合作 感覺也要變成一個趨勢 我們兩個也是 樂團裡面的網紅啊 可是你看你拿我 跟菜哥比的話 那個聲量可以差多少 那個找菜哥真的是滿聰明的 最近這個好樂團 剛剛開公司的好樂團 好樂團開的工作室叫做 好好的一個工作室 因為這樣等他們解散的時候 就可以說好好的一個工作室 就這樣沒了 欸這是他們自己說的喔 這哏他們說的喔 我沒有在 對 算是滿聰明的一個取名方 還有我最近看到一首MV 我覺得 幾乎 是可以稱為是嘻哈版的台北流浪子男 對 不知道你知道這個老色歌 他Gino 不知道 不知道 因為他 都是久久出一首歌 久久出一支MV 那我每次只要看到我都會特別關注一下 我很期待 這種Underground的東西可以在目前 越來越 越來越往主流走的嘻哈場景 就是我覺得 我希望他可以改正一些東西 莫宰陽最近也是出了一整張專輯 那其實 我還沒時間聽欸 我超想聽的 其實你已經聽過裡面大概一半的歌 喔真的假的 他就是一個 開心快樂那個 他就是健康快樂 沒有啦 不只更舊 更舊的也都有收 就他有點像是一個 雨什麼也類的 對對對 這個作品大集集 對對對 其實不算專輯啦 這兩三年的一個 喔OK 對對對 交了一個成績單 對 然後我是覺得 舊歌跟新歌的那個 差異度還滿高的 就是刻意想要炫技 就是現在做 就是最近做的 就是不管是編曲炫技還是 還是唱的炫技 因為他就是被嗆說他是錄音室 錄音室歌手 不過他現場其實唱的滿好的啊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沒有問題啊 是誰在嘴他 我不知道 就是 I don't know 我們介紹完老舌歌手 好像要來看一看 我們現在獨立樂團發生了什麼事情 對 我們現在身處在那個 六一 六一Studio這個練團室 然後六一Studio有一個 出了一個樂團 叫做萬龍 欸你有看過萬龍嗎 當然 當然有看過萬龍 就是三把吉他有沒有 對啊三把吉他 三把吉他的透明雜誌 哈哈哈哈哈哈 可以這樣想 欸萬龍出的歌叫什麼 是我最愛的樂團 你還沒有聽嗎 還沒 我也還沒 好 大家跟我們 記得跟我們一起聽齁 要支持萬龍啊 那最近一個 引領這一波chill的 chill的味道的樂團 也出了兩首新歌 喔 Decca Joins 不是落日飛車 是Decca Joins 他出了一首歌叫悟 然後另外一首叫散去的時候 散去的時候 所以連在一起就會是 悟散去的時候 好聽啦 好聽啦 這種小巧思不知道誰想 那個 落日飛車的上一張EP也是這樣喔 所以Decca Joins這個idea是超的就對了 不是吧 這是一個很容易想到的概念 你怎麼這樣子啊 很失望欸 好啦開玩笑了 我還是很敬仰Decca Joins 畢竟他們很紅 這一週有什麼活動啊 先講Pipe的好了 好 我們秋澳最壓軸壓軸的樂團 是哪一個樂團 霓虹艾神 對 霓虹艾神11月2號講到在Pipe 做他們的EP發片場 然後是跟問題總部 灰夜都市的EP發片場 那個視覺很好看 對 視覺很好看 反正 霓虹艾神嘛 他們永遠就是 有抓隊他們 把所有的東西都抓得很清楚 然後才一次放出來 還有 禮拜五 The War 秋軟99就是張賽的樂團 然後The War的系列活動 浮塗成槍就是張賽一首企劃出來的活動 那這一次 他們是要新歌發表吧 是不是 應該是 對啊 然後找了霓虹島還有北虹 然後三個旁邊一起公演 反正所謂其實是當時有七個宜蘭的畢業生 他們一起辦的一個活動 活光的畢業生 然後他們現在覺得活動結束他們也畢業 但是他們想要繼續下去 所以可能每一季都會去辦一個專場這樣 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小地方支持他們 這次演出的有 特休斯 迷霧小鎮 還有奧雨山 好接下來還有我的好朋友場館 Revolver 喔 當天他會辦一個不潔盡聖戰2 11月2號 對阿 應該是 哇這個名字真 蠻中二的 不潔盡聖戰2 年度最中長 這個字怎麼唸 G1W3.0 QQ Q3.0 Q3.0 4 特別企劃 3.0之4 特別企劃4 欸那個是 血跡黑神 哇 好兇喔 到底要幹嘛啦 真的阿 欸然後演出的有 饒舌團體然後跟其他金屬團一起 哇 而且在裡面我知道的藝人只有滅神者 對我看過的只有滅神者 好啦大家有空的話記得去參加這個血跡黑神的這個活動 OK那這一週活動也差不多就是 阿不對啦 不對阿 還真的忘記耶 Legacy Legacy 那個我們顯然樂隊就是 宇宙無敵台飛場 對 我覺得顯然樂隊其實在這一年他們比較沒有那麼活躍的期間 感覺產生了蠻多改變 應該是待在家裡練功吧我想 因為其實 把編曲跟現場的演出都做得更好吧 沒有其實你還記不記得他很久之前有一次來Pipe 那一次就 很不錯阿 這音樂就已經不太一樣了 那是我第一次認真看顯然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什麼改變 沒有其實就已經不一樣 就已經不一樣 蠻值得期待 全新的顯然11月3號 Legacy 我突然想起來了 在大河岸的那場活動 請說 壞透 Wesday壞透樂隊 對啊 遇見我還是經過我 對啊 反正有 Wesday壞透樂隊 穿過我的爸爸 你我 You and I 還有余郭 其實基本上 對啊 你我跟余郭我都沒聽過啦 余郭還不錯喔 我聽過余郭 對啊 反正大概就是這一週的活動 拜拜 拜拜